生煎作为上海的特色点心 几乎人人都吃过 可是等待生煎出炉 制作生煎的过程 您又知道多少呢 最早我认为要睡觉 看着要起来 因为要干这么拌 好 每天两天多一点 过来差不多 我们一般年龄都吃 四天都发热 有的时候四天多 有的时候晚了 我是来吃这个生煎的 记忆中的美妙味道 让许多怀旧的人难以割舍 他们放不下的 除了味蕾的享受 更是一种生活职位 上几个到了巅峰的时候 这是一种满花纸 鱿鱼 我吃个牆 弄个人口了 还吃三几个 吃三几个下几个 我怎么得吃 纪录片编辑是 上海生煎地图 为您讲述 生煎不为人知的故事 记录生活 见证时代 欢迎收看纪录片编辑室 说起上海的传统点心 咱们不得不提到 生煎馒头 过去的生煎馒头店 一般是开在老虎灶隔壁的 门口放着一只 由柏油桶改造而成的炉子 这上面架着一口平底大锅 等到生煎煎到快熟的时候 舀一勺水 浸这个热油锅 然后咱一声脆响 热气蒸腾 香味扑鼻 然后盖上盖子 不一会儿 皮酥脂浓肉香的生煎就此出炉了 我想这样的场景 在很多上海人的脑海当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今天我们带您去看的这几家生煎馒头店 有的是百年老店了 有的则是外来新店 那么在传统和创新之间 他们各自都信奉着怎样的生煎制作秘方呢 生煎师傅们又会告诉我们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生煎师傅 凌晨两点 城市中心的静安寺商圈迎来了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刻 而这时黄阿姨忙碌的一天已经开始了 为了保证每天五点半第一锅生煎能够准时出炉 黄阿姨习惯在上班高峰前把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完 她知道中午静安寺附近的白领将蜂拥而至 我每天年龄多一点过来差不多 都在那干活就每个干活都是 我来的时候就来要批刀 批刀批刀扰好了就就心子上冰箱 冰箱烧好了根本我就卡台子 他们的一个打心子 心子打好了做饼 还有一个就扭米粉 米粉扭好了就要薄工去了 土地盖上的对吧 黄阿姨坐的生煎能够吸引白领 她有着自己的小秘诀 说起这个可要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 黄阿姨跟着安徽老乡一起来上海 跟老师傅学手艺 那时候店里没有机器 面粉和肉馅都得靠手工打制 凌晨起来打肉酱揉面粉是家常便饭 时间长了 手工打制馅料就成了黄阿姨的习惯 炸压是一边行 炸压是就是爆满 炸压毕竟然要去这楼 这个像家庭的那个 公司的那个 你那个老鱼也在过来 门口都给它来 这东海广场 转眼小店已经开了十八年了 这两年黄阿姨的生意越来越好 每天清晨要准备的馅料也越来越多 以前黄阿姨每天四点起床 就足以准备一天的馅料 而现在她每天凌晨两点起来准备馅料 还有些紧张 生意好应该开心 可黄阿姨担心的是 生意越好 准备的馅料就要越多 再这么做下去 也许过不了多久 他们凌晨一点 就要开门张罗小店了 每天长的那个四十斤之五十斤 但是时间越长越好 有放铁的时候就可以了 有的打得味道好 有的打得味道不好 个人个人的手艺 就会让我提醒你 就会让我的 생각이 Give it a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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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沒有好 一個在馬子里山 紐拉沙車輛也沒有好 有時候我都不給錢 都不給錢去了 這個警務區的吧 警務區的中心 一公里邊為理想的 警示一邊 你都給錢 我都給錢 因為女生就會去錢 到來都去忙了 就給他忙了 而且我去嘎哩吧 沒 一個人 三七都給錢 好了 这个这个这个 苏特米贵 好 我告诉我 我告诉我 好 哈哈哈哈 我编续 收音 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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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黄阿姨的早起 住在打浦桥路上的于阿姨 似乎从容得多 她跟生间也打了四十多年的交道 于阿姨十八岁 就在大湖春生间馆 跟师傅学习包生间 师傅退休后 于阿姨就做起了师傅 带徒弟 在大湖春 于阿姨是资质最老的师傅之一 经理把店门钥匙交给她保管 由她打点早事前的一切 在大湖春生间馆 我妈太老了 所以我说要早 刚刚前地就让她 我去北北北岛就要早了 最早的人工要设定 卡就要起来了 因为我来自门八楼了 我们到东长楼再好八楼 东长楼要设定 要设定要设定 要设定好人工 要设定好人工 她太别人工了 要设定了 对 人工又上 别人又要找 人要扣卡 卡扣卡扣之一 我就上去 我一让去了 我两去 我一让去了 每天五点多起床 对于做了四十年生间的 于阿姨来说 算不上辛苦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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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早上 第二张日期来 需要当高楼 高楼当好 买到的就好 最好吃 因为高楼要当好 只要稍微醒一醒 生间馒头口味的好坏 不仅要看原料 还取决于很多 必不可少的工序 面点师傅们 要提前来打面发酵 用师傅们的行话说 发完的面粉 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 来醒一醒 这样包出来的生间 才会口感松软 通常早上 有五个生间师傅 一起工作 一个师傅油面 一个师傅加肉 另外三个师傅 负责最后生间的 包制成型 从早上六点半到八点半 五个生间师傅 互相配合 不能有丝毫懈怠 因为在这两个小时里 他们要赶制 上千个生间 有同事开玩笑说 于阿姨的手 就是一个生间母子 一把捏下去 就是一个生间的样子 这样的熟练 来自日复一日的实践 但如此辛苦的操劳 也在这些师傅身上 留下了印记 七点半不到 已经有一些人聚集在大湖村门口 等待头一锅生间的出炉 十分钟之后 伴随着热气腾腾的滋拉声 头一过生间出炉了 店门口也排起了长柜 而于阿姨们 继续忙碌地工作着 节庭高峰来临 生间师傅的工作量陡然增加 每天需要工作12小时以上 开店创业 其中的辛酸又能向谁倾诉 都能向谁倾诉 小女儿的车去 把乡都到什么地方去 都满了 之前车窝下窗的时候 自己睡走了 小孩就会放一机车子翻亮 这个是经常碰到的事情 记录片编辑是 上海生间地图正在播出 三四个四股包 三四个四股包 今天的话就是八十锅 八十锅一锅就是打八十个 八十支就是六千四百支吧 三个四股包 一天要包两千多支身间 店长石文静手下 总共只有八个人 平时大家每天都要工作 十二个小时以上 面对国庆节的人流高峰 他也没有更多的人手 只能向总公司求助 平时量的话 也要估计要翻一倍左右 然后人员呀 物料都要很大的量 因为现在国庆人特别多 他这一下子就进来很多 靠旅游景点人员也比较多 然后人员嘛就是这样 我们跟我们区里面进行一遍协调 他调人过来帮我们忙 说起小杨生间 上海市民不会陌生 不过随着无江路东段的拆迁进入尾声 这家在美食街上 差不多有16年历史的名店 今天下午三点正式结束了营业 今年的10月17号就是17年了 就是说为了市政东迁 无江路全部拆除了 所以心里真的是很难受 在哪里 呢 我还没理计 我一直说 今年的一年 是我们学来的 其实最络的两家店呢 是一年一月就为了应该 从2013之说 对于国民的参议官 拍摄市人笼 在那一段時間 除了五格陸地 這還要六十個餅房 湯等於增加了七百多萬 二百餅房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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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我過來看一下 辛苦你了 辛苦你了 沒理解了 以前在學養上期 有一個最好的概念念在做 手弄了好 把你長學長學好 臉長學了漂亮點 全身硬得頭 把桂架的 這只要跟五港爐有規定的 小陽山去就是因為五港爐 在於小陽山去 所以剛把他弄得好 這個也好 20年前 小陽生煎還是一家 門面不足三平方米的 個體戶餐飲店 一個二十幾歲的上海姑娘 用一個20塊錢買來的汽油桶 做火爐擺起了生煎攤 一年很快就過去了 時間證明了小陽生煎 是可以被大家記住的 也成為了吳江路美食街的 一大招牌美食 然而 就如楊麗鵬之前所做的 種種生意一樣 到了一個高峰 就必定會有一個坎要過 2007年上月份 突然我到菜廠裡買東西去 好像記得香菜不夠了 到菜廠買香菜 再回去走到青海路的殼 看到好多人在圍著牆 在看 看什麼呀 我一看不夠 動氣也不夠拿出來 剛五個路多少人光 多少人光要動氣 這個時候我晃了 我心想這小陽生煎 那個時候07年也經營了 靠十多年了 這個品牌就這樣消失嗎 如果這個時候 你在不發展的話 這個品牌就要沒了 所以我從那以後 報告踢出來那一天起 我說我就下定學心 我要走出去了這樣子 如果不是無江路洞牽的話 小陽生煎今天古蹟 也就十幾二十家庭 2010年2月9日 楊麗鵬和他的伙計們 告別了17年的無江路店 也是那一年 楊麗鵬一口氣在上海 開出了8家小陽生煎分店 中午12點 在橫隆廣場 維隆鵬義士丹 和中信太副組成的 南京西路黃金商業圈 集中了大批高級白領 而在這裡 還有一家專門為白領 打造的生煎店 這家不起眼的門面店 只有廚房 沒有客廳 但一眼望進去 統一的制服 乾淨的廚房 給那些不滿足於 連鎖店口味的高級時刻 一個個性化的選擇 今天 美食作家美喜格主 帶著幾位朋友 來這裡嚐嚐王阿姨的生煎 等等 這個就是不達人買的 你幫我買的 我問你 我問我 你這種高級時刻的 有什麼 這個 他那個 這個 比方式比較輕鬆的 因為 你去那個 年近八十岁的王巧英 包起生煎来 手脚利索 丝毫不输给年轻人 这家生煎店的口味 都是王阿姨按照记忆中 上海生煎的味道而制作的 但王阿姨并不是科班的点心师 而是一位生煎馒头的忠实粉丝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在生产组退休后 就自己创业 开启了生煎店 我这儿有钢码 他中小时候去上海 上几秒钟 去过去年有数了 我说我都害了一个数 做了设计 后来我就 一把做了 我就使他藏着了 那你妈像夏天 是家的经纪长方 我们就是家退休了 就好为止上语了 就年年年年做不出来了 王阿姨退休后 家里条件也不算很好 但又念念不忘 爱吃的生煎馒头 于是就在祥德路的 弄堂口摆摊 自己做起了小吃生意 对 他让他想教 他立足 到那儿 上去我去做 到过也很多 我妈打不到 去的 去的米都 去的断碗 不要吃 小女生去 小长去 到那儿去的时候 也就忙不去 因为想到可阳光 忙不去 那么一定 人家能够住 就自己做吧 食调味养 哦 他们正好 他挺帮受 要吃的 干吗 在上海这座城市 做生煎馒头生意的人很多 但一家子上海人 二十八年来用心经营着生煎馒头店 恐怕不多 二十八年的生意 给他们创造了越来越好的物质条件 从弄堂口摆摊到黄金地段的商铺 生意越做越大的他们 也见证着上海城市的变迁 来吧 十块套 我私底下来 一套谁就不起来 他怕你啊 咱们啊 王阿姨的自信 来自于二十八年良好的口碑 每个工作日的中午 是王阿姨最忙碌的时候 十二点一到 门口就开始排起队来 有的费配过来 跑 马拉脑快行 一块都拔了 老幸福啊 因为肯定是咱们的干净 凝块那个门子啦 这个虽然给我买好 因为上我弄马拉脱 我做了一只两只 不仅人都不得你干 这一个 隔着几块 把那个午餐来打 你也看了一遇 谁也要去拿结果 连都三几块都要去喝了 出一个来什么 下一个点玩一 再给我打一遍 下一个 好 再打一遍 再一次点我去 再一次点我去 我只想到兴趣 实在是是 杀起最诱人的话就是开给的 我只想到这几块 三万二十 这些吃不饭 我刚才长几个 就到了巅峰的时候 这隔着不过这儿是小开的 哇 开的 我上来 这也吃得好笑 这个烫 牛肉也应该撒老青肠 老头哪里你做上几里想把牛肉 这家不是这样有硬气 所以刚刚这隔的时候 这里边够花了 这个叫老青肠 肯定把牛肉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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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要把牛肉捞了 肯定要把牛肉捞了 只有大牛肉捞了 我刚刚才第一次不也没想把牛肉捞了 对吧 但是这个叫 当初定做大牛肉捞 一个这地儿 哪里没想当日能做牛肉捞了 对啊对啊 我这个地儿最穷我老同人 对啊对啊对啊 最穷我老同人命的 最穷我老同人命的 还欠养生命 对啊 刚刚刚阿里亚亚来 是两岸人很浪费嘛 那大牛肉捞上去 就当欧洲群 对啊对啊 那我过得 这上海人们最忠义学习 估计相对来干嘛 应该怎么上去干嘛 哎呀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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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和鸡一起来 好像弄一对三个饱饱 四个去盖鸡 嗯嗯 所以咬了 哪里的一个自己贴了啊对吧 有三个就吵着没有咬了啊对 无聊 无聊 嗯 我回去了对 嗯 无缠的 嗯 你和这个人来做午呢 嗯 做午饱饱了 那有九个鸡蛋糕吧 一大钟 嗯 你去 我上来 你来 想要的 从上黑 上去 不好 对对对 没上去 没有 没有 对对对对 你要传承下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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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聪明的上海人 把吃生煎 吃出了 新花头 如今 生煎 已经成为上海的一张城市名片 不仅是街头巷尾的名小吃 还成了五星酒店里一道必不可少的点心 纪录片编辑是上海生煎地图正在播出 其实 如今的九零后 00后一代 有可能连大胡春生煎都没听说过 而对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人来说 大胡春几乎可以作为上海生煎的代表 作为上海滩上一家百年生煎老店 虽然现在 顾客还需要自己拿着生煎端着汤穿过人群 但这里的生煎乃至这里的人 仿佛能让人看到老生煎店的风貌 法院压制 手上海滩上一家 巴尔的女生煎头还是去 想死了五天 我又会回来吃 脖子越来越来越吃越来越待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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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得越 80 越来越来越多 越来越到四点 西方四点 西方四点 倒出 所以我会回来 但你应该来那就些 都不愈去啊 你不用客气去啊 你不用客气去啊 不用客气去 这个应该刚刚南部城上还热 就是水水水 那边有啥水水水 就是啊 一个油料好了 就是在冬菜 好 你自己去吧 好 好了 我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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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是跟东西一层的 原来跟他一层的 我去看上去 我都开心了把他聊了 嗯 有女都去了 有女都去了 有点多骨子 我经常讲过的 我看起来有种比较激热 鼻子切碳 所有的鱿鱼 我说的切 说它 嗯 说骨切 说骨切 说骨切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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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骨切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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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生意 对 我说骨切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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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骨切碳 像骨切碳 我说骨切碳 还剩骨切碳 我说骨切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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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骨切碳 对 我说骨切碳 据余阿姨介绍 四十年前的大湖春 就开着四川中路 汉口路的路口 在当时洋行银行邻里的外面 这里算是时髦的聚餐地了 我妈吃 这种年载 有种年载的美国啊 香港啊 那种地位啊 老青老做的 西京都定好 马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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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吃的吧 这些从北京到香港去啊 到美国去啊 对 美国去啊 对 美国去啊 因为这个人 阿那个当努力呢 你们知道吗 我们的汤匙 对 那个 生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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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比较女啊 那么 这得起呢 他拿了老婆去啊 老婆去啊 美国去找位置啊 对对对 就是这个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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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就是这个地道修 就是这个地道修 对对对对 我听到那时的事务讲啊 美国呢就是这样 在这大五层的地方呢 比较人家是搜骨地 搜骨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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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搜骨地呢 搜骨地呢 就是搜骨地 就是搜骨地 搜骨地呢 就是搜骨地呢 搜骨地呢 一直跳《cember寸骨地》 到entre地呢 爬骨地呢 导咱啊 然後 Brynと 快山间自住啊 咱这下沙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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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 对是的 我想想atiques 咱在这上沙沙沙沙沙? 对 好像打وا , 你看迷来啊 这是声当前沙沙沙沙 quieres 在上海 从不缺乏美食和寻找美食的人们 但不断翻新的口味 有时却抵挡不住心底 对传统味道的执着念想 于是那些栖息于城市角落的老店 让这些念想有了着落 小时一个学生带她妈妈过来吃 她这么说了 哎呦 弄了那种打着嘎笑在一边地里吃了 那个女子干 妈妈都吃了口笑就留了好奇不好吃 吃过了之后 她就跟我干了 那边那整个对不起了 我干也我不得了 一个 我觉得一个小 没什么好奇 没什么干 没什么好奇 那女子打得来到一边也不出了 一个 跟我干 我干嘛 我干嘛 看你吧 谁不得了 你一会打得了 我这个地方 也不能给你 我这边 我这边 有什么地方 我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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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 我这是 我这个地方 感谢观看 因为我最习惯了 黄阿姨在店铺隔壁的 弄堂里租了一间房 现在黄阿姨 已经是一口的上海话了 黄阿姨有空吗 黄阿姨有空吗 这是隔壁 这个是第一波 这边就到了 只能放点心 黄阿姨一起空 黄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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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女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还对上海菜了如指掌 好 好 好 这些特别加薯片鱼子 这些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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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薯片鱼子 这些鱼子 好好 好 加东西 加东西 因为我们这面粉有好几种做的 就比较脆一点 比较很脆 生煎嘛 卖完就不卖了 晚上的话就卖别的 基本上生煎都是订的比较多一点 卖完就没有了 就是说提前订好 预订好的 因为我们这生煎卖得特别好 然后生意也挺好的嘛 我整个去三几米都去到三几米 我得的话都高中两年一节 因为只得去第四人五分上课 我把第零分的话 是我们的就要睡四年 把第零分的话 我那里才去三几米 大猫都不合植 它喘松 我可 zde 都不犯 好 你这就 looked 我过去三几米 我丑一下 哎 你老是我的 那边边边边边边边 Hogwarts 把出 väldigtmand ease 吃相机下几米 我这就吃 因为小的嘛 比较精致 然后就是说 煎到火头上面 也困取得比较好一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家门店的顧客都能吃到新鲜的肉料 那个时候几家店的时候 真的是构体户 自己帮自己做 现在做的就是考虑大的方向 再说是吃的食品安全的东西 跟以前的话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现在注重的是品牌了 就像以前你一家店两家店几家店的时候 你菜场里买卖 现就可以了 现在不敢了 现在菜场里的这些送给你不敢用了 你肯定就是用了像我们目前为止用的 现一定是品牌的 而且大品牌的 中央厨房使用的都是自动化设备 全上海六十几家门店 每天消耗数万斤肉馅和皮冬 而这里仅有十几个员工 在进行简单的打包和设备操作管理 杨丽鹏从小跟面粉打交道 小时候就是由于自己的一时疏忽 将手卷入了绞肉机中 导致了手指残疾 所以他特别重视员工 操作这些大型机械的安全性 凌晨两点 街道上空无一人 数十辆货车将新鲜的肉料 配送到各家门店 就连苏州杭州的门店 也是从这里统一发出 我们一旦连点都起了 四点钟发车 整个这辆车全车跑下来是四驾 四驾门店 到最后一家卸货了八点 多一点点 反正这上班就这样 车子停到公司洗了干净就行了 几乎也没什么大事了 我们开车嘛 在这边属于什么呢 执意的 现在开的这车对我们来讲 开的小车了 我以前开的那个工程车 工程车开了四年 多一点点 我拍手 好的 希望我让我们留下 你现在用一个小车的时间 在哪里 有两点 可以 无论是制作生煎的师傅 还是四处寻觅美味生煎的吃客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对生煎的这份用心和钟爱 才得以让这一传统美食不断传承 不断创新 归根到底 感知美味的是您的味蕾 而传递美味的却是您的心 美食不经意间将南北口味巧妙结合 一种味道让家的感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吃在嘴巴里面的那种感觉是蛮有点滴在心头的那样子 那种清新 然而在快速的生活中传统在渐渐流逝 在激烈的竞争中味道在慢慢改变 面对巨大的利益 行业的标准又该如何坚守 记忆中的那碗馄饨 带您一起细细品味 馄饨最为真实的本来滋味 记录片编辑是即将呈现